拥抱多元世界观 独立评论 带你听见 看不见的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独立评论 我是节目主持人廖云章 前不久台中一中举办云游会 在摊位和商品的秘密上 涉及了种族歧视 台大经济系学 会的选举证件中 也出现不少 对于各族群不友善的言论 这些事件在媒体上持续发酵 也引发大家的讨论跟重视 关于族群歧视的这个议题 歧视这个主题 其实在独立评论的podcast 并不陌生 我们之前访问过 很多的新住民跟移工朋友 他们都在节目中提过 身为外来者 在台湾社会被排挤的经验 可是呢 就算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自己人 原住民族也是在长期的 被贴上各种的标签跟偏见 那很多人不理解 就是为什么原住民的学生 考试可以加分 那为什么原住民的老人 今天可以比汉人 提早好几年就开始领 那因为不了解 这些制度背后的原因 所以许多的人产生了 相对剥夺感 觉得说这好像是一种特权 可是实际上 这些设计的背后 都是有原因的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 是前TVBS的主播 拉瓦古信 拉瓦曾经担任 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的执行长 他目前是巴黎媒体制作的负责人 身为这个泰雅族原住民的拉瓦 其实他有非常丰富的媒体经验 然后他其实在对台湾社会 也有很深入的观察 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他 以自己的经验跟观察来告诉我们 原住民的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们遭遇到的各种挑战以及难题 以及各种在社会上 看似优惠的制度背后 是什么样的设计思考 让我们欢迎拉瓦 哈喽 各位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竹县 武丰乡的泰雅族人 我叫拉瓦古信 拉瓦好 那相信你也看到了新闻 就是从台中医中研 有回到台大经济系学生的 这一些看似戏虐的这个歧视言论 那我自己蛮好奇 你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这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 所谓的知识精英 他们对于文化力跟文化感的 这种低落跟陌生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这就是长期来 我们一直在学校里面 去鼓励小朋友 在学业的表现上面 在学科的表现上面 就是我们好像一直在赞美 这些学科表现很好的孩子 可是呢 其实我们却没有去想到另外一面 就是他们对于整个人文的 这种思考 其实是普遍缺乏的 然后第二个是 我想到的是 那这些他们的同班同学的 原住民孩子的处境会是什么 对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采访过 很多的原住民学生啊 其实他们在班上 特别是在国高中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面临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 就是有关于加分这件事情 那有一些老师甚至会在班上 直接就跟所有的同学们 一起在讨论说 那原住民究竟要不要加分这件事 真的就会让在班上的原住民孩子们 他们其实会非常的焦虑 对 然后会陷入那种很无助的困境 那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学科表现非常大的孩子 到底他们平常在学校 除了学国英数理之外 他们还有没有在学别的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班上的原住民的孩子 当时的处境会是什么 其实我是会非常非常的心疼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是大家可以去 去思考我们的教育的制度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还有全民原教法在通过之后 各个学校到底有没有在落实 在学校里面 特别是老师本身 自己有没有在去做 原住民的文化教育 跟原住民的文化素养的培育 是 你刚提到原民 原住民族教育法 教育法 这个法是针对全体的 对 这个叫做全民原教 就是说 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场域里面 这个原住民的教育 不是只有针对 就是一般的老师 而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 还有我们的自己的生活的场域 我们应该要去推行原住民的教育 而对象也并不是只有原住民 是针对全国国民 是 因为如果是针对 我们谈它是一个素养的话 素养应该是所有人都需要具备的 对 刚刚我们前面提到 就是说原住民加分 这个常常就是在很多的 特别是在考试的时候 或者是在一些竞争型的这个活动里面 好像就会被提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加分 那实际上这个加分的条件是什么 当然就是说你必须要具有原住民的身份 就是你的身份的助记上面 你至少在你的户籍层门上面 一定要就是 虽然你没有恢复原住民的传统姓名 但是就你如果你现在使用的是汉名 但是我们的户籍层门就会刮虎 是属于比方说山地原住民的哪一组 这样 对 然后如果你有具有原住民身份的话 你就是加10% 对 就是你原始成绩加10% 那如果你有通过原住民的组语认证的话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文化的学习 就你必须要在报考的时候 你必须要具备你的通过原住民组语认证的这张证书 你才可以加分 那分数就是1.35 就是我们现在常看到就是 被提出来的这个1.35 那还有就是名额的部分 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有关于 就是好像那种被剥夺感的感觉 是因为好像他占了这个名额 但是我在这边也想要 就是有个机会跟大家讲 原住民的学生 他是外挂的名额 对 那并不是去占用现在所有的招生的名额 比方说现在原住民的人口 大概接近60万 大概57万多吧 那是占全台湾的总人口数 大概2%左右 所以呢 我们的外挂名额就是2% 我打个比方 假设今年北一女的学生 她们总招生名额是750个人 所以学校呢就会按照这2% 再去外挂大概15位 好这边是750加15 就是原本的招生数加N的概念 所以其实说原住民在联考在填志愿的时候 我们的比序是跟原住民学生自己在比序 是所以他不会占用到汉人学生的这个名额 对然后而且呢就是一般的原住民学生 他在填志愿的时候啊 其实他并不敢去填跟自己超过太多的分数 那以我自己过去碰到的原住民的学生啊 他们大家都跟我讲说 他们会填比自己原始成绩大概多个3到5分这样的集聚 不然如果填太超前的话 他其实压力会很大 对 所以就第一个就是他具备原住民身份 那第二个呢 他必须要通过足以认证 那如果他只有原民身份而没有通过足以认证的话 他其实只能加10% 所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对 因为其实足以认证是另外一个考验 对那是另外一个考验 对然后还有就是名额的部分 他是外华的名额 他其实不占一般身的名额 是 其实这两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他其实可以破除大家的相对剥夺感 就是你没有被剥夺 事实上大家不是在同一个战场上 对那这样子的加分制度 就是从拉瓦你自己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这样的制度对原住民学生来说 他有实际的帮助吗 或者说其实他也是有一些坏处 是 那我先讲 就其实现在 并不是每一个学生要学足语都是容易的 特别是针对读会区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在讨论原住民学生 究竟要不要加分这件事情 其实特别是读会区的孩子 常常会变成剑拔 对因为大家会认为说在教育资源来看 那读会区应该是整个密度最高的地方 你要补习就补习 然后还有很多的比方说学校都会安排很多的 各式各样的考试等等 可是相较于偏乡就 他们就可能教育资源就比较那么少 甚至课后辅导班也不一定每天都有 那但是呢 都会区的原住民的孩子 他们在学语言 特别是原住民语言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我讲一个故事 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访问一位卢凯族的族语老师 他是在高雄茂林 那我们知道卢凯族是宾尾语言嘛 所以呢这位老师他其实很忙碌 他其实平常都在山上教书 那偶尔呢 平地的孩子 在高雄市区或屏东市区的孩子 需要他的时候 他必须要从山上 就是为了那一两个孩子下来教书 那我们就谈到说 那文化资源这件事情 那部落的孩子 其实学语言很简单 他就生活在一个 有山有水的场域 那可能一开门出室 就看到五夫他们在聊天 那也或者在礼拜天教会的时候 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教会 现在都用族语正道跟族语分享 也会开很多的族语课程 那但是都会去的孩子就没有 所以你知道吗 我在跟他讲到都会区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觉得我每次去偏乡教书 我就想说偏乡 我说老师你不是就在偏乡吗 他说没有 那个市区的孩子 我们都说他们是偏乡的小孩 所以其实从一个在部落里面扎根 在做族语教育的老师来讲 从我们刚刚的聊天内容 你就知道说他的那个地域的观念 他认为都会区是文化的偏乡 因为都会区是文化资源很贫瘠的地方 他是一个单一文化很强大 但是都会文化非常薄弱的地方 然后你知道他就跟我讲说 像他去市区教书 他说以前有一些卢凯族的学生 他们要上族语课 他必须要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 那对于国三的孩子来讲 或者是高三的孩子来讲 中午他们可能就是 有一些比较竞争型的学校 他就会利用中午的时间考试 对不对 或者是模拟考小考等等 可是他的学生呢 就必须要放弃 那个时候模拟考 或是加强的课程 他要去上族语课程 而且学校也没有所谓的 专门的文化教室 那他们就必须要把学生带到餐厅 他把学生带到餐厅 对他就是因为餐厅那时候 刚好学生都在教室了 所以餐厅那时候是最安静的地方 他就必须要放很多的族语歌谣 然后呢放一些族语的老人家的录音 给孩子看 孩子听 要在打游击的感觉 对他说其实他很心疼 因为他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我不特地下山来教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他就没有学习族语的机会了 就一个礼拜一堂 礼拜三的中午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会想象说 其实都会觉得小孩子真的要学习族语 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自己也是在做很多的采访工作 那我就认识那个台北市政府 原住民文会族语文化推动的公务员 他就跟我提到 你知道下面一年 其实现在原民会为了要鼓励 很多的原住民孩子学族语 所以他们就会办很多的比赛 比方说族语戏剧比赛 族语单词竞赛这些 那你通过这个比赛呢 当然就会有点奖励金 可能一千块钱两千块等等 那他就说台北市的小孩啊 每一年都是志在参加 不在得名 因为呢那种得常胜军 永远是比如说地摩尔 啊是 屏东地摩尔 对屏东地摩尔 或者是苗栗 橡笔国小 都是在原乡的孩子 那台北市的小孩 因为平常就真的没有机会学族语嘛 然后所以呢他们都是去看 对他们就是去他都会安慰孩子 因为台北市的小孩都第一轮就被打败了 所以他们其实也会很挫折 所以他们就会鼓励他们说 我们就看别人 我们就看别人怎么讲 我们下次就要跟他们一样 但是其实就是你知道那小孩子就会觉得很难过 就是啊我很想学 可是我就没有像他们那么棒的资源跟环境 是那个环境的条件真的非常重要 其实大家我相信大家这样听老挖的声音 就是你的口条其实当然是非常非常标准 就是对不过因为你本来就是主播 就是我相信你自己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锻炼 但我的好奇其实就在这里 因为我之前曾经听师大一位资深的这个原住民教授 汪明辉教授 他曾经形容过他小的时候的学习的过程 他就说他从汉 他认为从汉人的标准来要求原住民学生是不合理的 因为原住民语言跟文化和汉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他用出国来形容这种感觉 他就说他第一次他在国中的时候下山去念书的时候 他觉得他简直就是出国 所以他那时候中文没有学得特别好 但他的英文学得非常好 他就说对他来讲反正都是外语 那很多人就很讶异说 这个原住民的学生英文怎么这么好 然后他就说其实对我来讲 英文跟中文通通都是外语 只是我刚好对英文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把他学得比较好 所以我那时候听他这样讲 我非常的讶异哦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 从部落来台北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你怎么样去适应这个学业跟文化 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适应外语 这件事情做得这么好 因为其实我生长在一个文化断裂的年代 就是我出生的时候 大概民国六十四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就是在推行 就是国语教育嘛 不管是比方说我们在学校都不能讲 自己的母语哦 那不管是原名语也包括课语也包括台语 那其实我那时候念幼稚园跟小学的时候 我就是被我父母亲就送到山下去读书 那我那时候到山下读书的时候 我大概就是我们班上为一或是为二的原住民 那因为那时候在推行国语运动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到学校的时候啊 只要你有不小心蹦出你的母语 就是会被罚钱 对 对就是比如说 你就会被挂一个狗牌说净说方言 不是只有我 也包括我身边有很多客家族群的同学 还有讲那个闽南语的 然后我念的那个小学 因为刚好就是有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然后一部分的闽南人 然后大概就是很少数很少数的原住民 那我们原住民学生啊在走廊上面遇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互相打招呼 然后就会有 也不是只有讲足语哦 是我可能在我的华语里面 可能有一点点原名的腔调的时候 老师就会说 哦你刚刚是讲母语 然后我们就会被 我们就会在走廊被罚站 就那个时候 所以但我觉得那老师也是因为 当时的整个氛围就是这样嘛 那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其实从小学开始 我就渐渐的不会说母语 哦 对 但是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我的奶奶都还是跟我讲母语 所以我现在大概都听得懂 只是讲不太出来 所以我都说我是诗语的年代 然后但因为小时候 你其实也不懂那是怎么一回事 你都不知道说 那到底整个是不是跟我们的殖民 跟政治脉络 这些事情是我到台北读书的时候 我才去思考的 那我是在民国 79年80年的时候 我来台北读书 然后那时候念高中 然后那时候我念书的时候啊 我就是在长老教会的原住民大专学生中心 然后有一个专门为旅北念书的 所有的原住民孩子 就准备的一个宿舍 那我是到了那里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我大开眼界 因为我看到各族群 各肤色的原住民的孩子 从北中南东 在宿舍里面 那那时候的我们就是 我们在长老教会安排的这个社间 他非常的用心 他就会每个礼拜 可能就会有一天的时间是读书会 然后就会告诉我们说 在殖民的过程当中 原住民有很多的议题 比方说那时候还有返厨记 人口贩卖 还有土地被剥夺 然后文化被压抑 历史被扭曲 这些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现在住在那个宿舍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些故事跟这些历史 那还有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台湾其实才刚刚经历过 学运的事件 然后那时候的 也有包括原住民的社会运动 就是有一群社会各界 加上台大的学生 他们发起的原住民社会运动 包括还我土地等等 那那时候我年纪很小 我才十几岁而已 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 在宿舍里面就是上了一些课 就是牧师会安排一些课之外 刻余时间 我们的牧师还会带我们去看 这些街头运动 哇 所以那个时候 你已经接受这个 社会运动的思潮的洗礼 对 其实那时候 其实我们并没有参与 但是我们就是在旁边看 是 就是我那时候就会 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是 为什么各路人嘛 集结的时候 当那些歌谣在唱起的时候 大家就会哭 然后我自己也会跟着哭 对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在 大概国高中时候 我其实是才有那个原住民意识的觉醒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在童年时候的母语被剥夺 是有原因的 我不会讲母语是有原因的 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不讲 而是因为当时整个的教育制度 剥夺了我说母语的机会 是 是 拉马讲的这个经验 应该也其实是很多母语 是闽南人或客家人的共同经验 是 是 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我在我念书的这段时间 特别是我大概青春期 到大学这段时间 然后我认识了一群原住民的学生 然后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 有很多 我们其实培养我们的原住民的意识 然后对于一些原住民的议题的理解 对不然其实我会没有能力去面对 当这个社会告诉我说 你原住民就是会出草 然后你原住民就是很野蛮 或者是说人家会觉得原住民的形象 就是很多的刻板印象的时候 我会没有办法去应对 那我可能就会退缩 甚至就会很自卑 或者是会开始控告自己 或者是会怪我的家人 所以我觉得那段过程对我来讲 真的很 很 就是很 很珍贵 很珍贵 然后那一群朋友 其实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还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那至于你说 学会这些 其实我常常都会鼓励 就是很多族语老师给我的回馈 那因为原住民的语言里面 有很多很特别的发音 周族也有 还有少族也有 所以其实族语老师就说 如果你从小让你的孩子 学会你的族语的话 他以后学意大利文 学法文 学英文都会学得很快 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有一些音是喉舌音 像什么样 你可以示范一下 对 这种 对 然后还有像那个台湾族 他们有很多卷舌 比方说LJ这些什么 像有一些名字叫什么 这种很不好发的 所以你小时候可以驾驭 这些很难的发音的话 你将来要学习很难的语言 其实对你来讲都 就是很多的 我认识的族语老师 就是族语讲的好的孩子 他以后要学 其他的国家的语言 其实都很容易 就是很容易学习 很容易上手 对所以我们都鼓励小孩子 从小不是只有原名 包括课语 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新移民 其实鼓励大家 在自己的家庭里面 让孩子多接触这些 不一样的语言 是 哇 拉娃你这个非常有说服力 因为从你自己 因为我就觉得你的语言能力 就是非常好的 所以从你 然后你自己的经验到 你后来 看见的这一些 然后包括你从族语老师身上 学到这些故事 包括社会思潮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先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听 拉娃说更多精彩的故事 好 谢谢 欢迎回到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巴黎媒体制作负责人的 拉娃古信 刚刚前面 拉娃跟我们讲了很多 你自己的经验 还有就是你自己看到 就台北市作为一个原住民文化偏向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对于很多的原住民 都是原住民的孩子来说 其实他们在学习文化上 会遭遇到蛮大的困境 那不过在媒体圈里面 你肯定绝对是主流媒体里 非常非常少数的原住民主播 那我蛮好奇 你自己在工作上 你觉得你有因为你这个族群的身份 而得到加分吗 应该是说大家会对我的身份很好奇 对那并不会因为说 我是原住民 所以呢 就是会为我开一个特别的缺 并没有所谓的保障名额 这样的一个制度 但是就是因为我是原民 所以呢 我觉得当公司碰到一些 跟原住民的议题有关的时候 那我可能就会 毫无疑问的 就会去被安排去采访 那对 那但我必须要说 其实我是 我进到电视圈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个时机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是有线电视的黄金岁月 对 然后我觉得刚好那段时间 其实我是大概87 88的时候进媒体的 那台湾才刚刚经历过 有线电视开放的一个正统期 所以那时候的 我进到电视台的时候 也是因为整个媒体圈 也在开始做很多的调整 那我进去的时候 你知道电视台还有台语新闻 对 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一些文化类型的节目 然后也有分众 就是我进去的时候 刚好电视台也在做分众 对 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 因为有吴念珍的节目 有蔡正南的节目等等 可以说是各个文化百花齐方 但也不是说各个文化 至少台语 然后还有我们会看到 课语的节目 比如说TVBS那时候 做一个来一课 虽然它是一个礼拜 可能两天三分钟的为节目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的语言 在这个电视台存在 那原民的文化 跟原民的题材也是 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刚好在电视台 然后我接触到 这样的一个洗礼 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 整个台湾的社会 经历了一个民主化的 一个过程 然后电视台 在很多节目的设计上面 开始有一些反省 跟重新的规划 跟设计 那我就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就进到电视台里面 那也因为我 十几岁的时候 我在教会宿舍 住宿 然后呢 我因为那样子 所以我就决定 我在民国九十一年的时候 我就恢复了传统姓名 对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有脉络的 对 所以你本来在之前 还是用 对 我在民国九十一年的时候 我就是 我还是用我的汉名 就是双口吕 这个姓 那我也是因为 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我去上了很多的 也不是上 就是说我去 我自己亲眼看到 然后加上 经过了那一段时间的 很多的 就是议题的培养 所以我就决定 我要恢复 我开始也会有一些反省 比如说 我就会问我自己说 我其他的 跟我住在一起的 这些室友们 他们有这么 嘹亮的歌声 他们有比我 更深邃的五官 他们就看得 看得出来 他就是圆明 然后他穿得出 他的祖服 可是我呢 我就在想说 我好像身上 除了我的名字之外 我好像没有留住什么东西 那我都是要去 慢慢的去找线索 比如说 我听我的爸爸讲什么 或是我伯父说什么 我慢慢去把他找出来 但至少我的名字 是我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所以我就决定 我那时候 大学毕业没有多久之后 就去回复我的 传统的姓名 那我刚开始用这个名字 在跑新闻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很好奇 对 大家就很好奇说 你这是日本人的名字吗 还是什么 反而很少人跟我讲说 你这是原住民的名字吗 很少 因为那时候应该 还没有什么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对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 也有一个用意 就是我希望 我在每一次采访的时候 当我名片递出去的那一刻 我可以告诉人家说 这个是台湾原住民的名字 对 你这样讲 我特别有印象 是因为我第一次在电视上 看到你播报的时候 那个名字出来 所以我想说 这个名字好特别 这是哪里 对 其实然后还有就是 我后来就是 我也很谢谢我前公司 因为那时候 我其实啊 虽然我自己本身 我的这个原住民的文化的意识 是很强烈的 但是其实呢 我在公司并没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去跑原民的新闻 但是只要是跟原民有关的议题的时候 公司就会派我去 那还有那时候 刚开始在播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很没有自信 对 真的吗 真的非常没有 我就很没自信 然后我那时候公司就跟我说 其实你可以穿你的原住民的改良式的族服 试试看 那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想说 我的族服真的可以穿吗 真的可以穿上去吗 真的有人会看吗 人家不会觉得那是 就是 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很没有自信 所以其实公司一直鼓励我 说其实你就是要去凸显 或者是你要 也要去学习 也因为我这个机会 然后我才开始就是 后来去跑了一些专题之后 我就是去跑一些 比如说 这些人其实都是我在学生时代认识的 比如说 刚好那时候有很多的 上撒基努 有一些原住民青年 做家 对 他返乡 他就回去做森林警察 然后就开始做他的猎人学校 然后我就开始 我就去访问他 然后做了专题 然后那时候马彼得校长 你们应该也访问过他 对不对 然后他也是在 非常知名 他开始在 他自己服务的学校里面 推合唱团 对 然后就去访问这些返乡的青壮年 然后从他们身上 我才慢慢累积那种文化的自信 知道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自信是因为 我知道议题 但是我还不了解我的文化 对我自己的文化其实很陌生 还有就是说 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实践出来 对 但是我在我这些采访的对象身上 我看到他们回到剥落里面做的事情 然后也会刺激我 回过头去找我自己的文化 然后去找我自己文化的故事 还有我自己家族迁徙的故事等等 加上一些朋友的鼓励 就比如我的电视台的主管 还有我同事的鼓励 我才比较有一点自信 对啊 不过我们在电视上是看不到你 觉得你就是一个很自信 很美丽的主播 而且我 对我 你这样一提 我就记得我有几次的确有看过 你穿过那种改良式的背心的衣服 在播报 那时候就觉得 哇就是很棒 就是一个是 当然我觉得这象征台湾的一个多元性 可以在主流的媒体上呈现 就我们有一位这样子的原住民主播 然后再来就是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传递更多元的讯息 那更棒的是 我觉得刚刚听到你说 那那个过程你实践了对自己自我身份的认同 对 就是更进一步的 肯认了自己的这个文化的自信 对啊 这个真的是很棒的经验 所以我也 其实这样听起来 我就会蛮好奇 就是说 那一般人 如果他没有像你这样子的机会 比如说你从小有机会 这样跟一大群不同族群的朋友 生活在教会的宿舍里 所以你们有个那样子的环境 但一般的可能都会的原住民的小孩 或者一般人其实也没有机会 这样跟大量的原住民生活在一起 可是一般人要怎么去理解 原住民文化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说 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很多人都已经都市化 原住民都已经都市化 然后他们进入了这个中产阶级的原住民 他们也可以跟着得到很多 可能大家想象中觉得 那应该是山上的原住民 才能得到的一些福利制度 或者是加分制度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制度 其实针对身份是 他是一视同仁的 他并没有分你住在什么样的区域 对 那我先讲说 像我们要如何去接触原住民的文化 其实像台北市 假设以台北市来讲 因为我其实民国八十年以后 我就一直都要生活在台北市 然后我们部落在 就是大概一个月会回去部落一次 那台北市其实每一年 他们都会举办原住民的文化节 大概在七八月的时候 如果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八月一号是原住民族日 所以其实在那个前前后后 各个县市政府 其实都会办很多原住民的活动 而且是系列性的活动 比如说在文化馆 或是在当代艺术馆等等 都会有一些原住民的一些展览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 然后还有就是 我还是觉得说去部落七八月 真的去部落 很多风远旗 特别是你去画东 你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原住民的文化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 那个原民会 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线上的教材 然后各个地方政府 都有原住民文化资源中心 然后是隶属在教育局 那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资源 如果学校老师 你们要做全民原教的课程设计的时候 其实这些平台都可以去运用 对 那另外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 有关于社会福利制度这个部分 那我必须要讲还是有排复 这是有排复 对还是有排复 就是说 确实我们有很多的补助的计划 但是这些补助计划 它有一个共同的大原则 就是它还是会排复 它会去计算你的家庭的 收入 连锁的 对 就是像我身边有些朋友 他们的小孩子在排公托 他们有原民身份 他还是必须要等 他不是因为他是原住民 你就优先 优先录取 或是优先禁用 对 那他就是 你还是会计算你的家庭的所得 那如果你的家庭所得 高于那个标准的话 其实你还是拿不到那个补助 对 并不是说 你只要有原民身份 你就算爸爸妈妈是医生 你该拥有 没有这回事 对 是 不过这是一个蛮好的事宜 因为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 这件事情 对 那最后其实也很想请教 就是身为这个原住民文化工作者 因为你其实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身份 然后你现在其实非常投入 就是在于推动这原住民的文化 你期待 怎么样可以透过媒体 让台湾社会更理解多元的原住民族 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做起 其实像我自己 因为我曾经在原民台工作 这是我亲身碰到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曾经遇过一个媒体的主管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说 现在有原民台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原住民的新闻 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去 因为原民台就会去 对 现在就变得好像是说 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的议题 那好像都必须要去透过置入的方式 就是广告采买的方式 才有办法出现在 现在 对 那 还有就是 有一些原住民的 重大的一些社会 就不用我们所谓的抗争事件好了 其实我就看到那个 新闻的取材的角度啊 其实就还是会 当然我不想去 去讲说我们现在同业的一些素养怎么样 那我的意思说 他们还是会比较 从一些比较标浅的 例如说 假设今天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们 来台北抗争 然后大家取材的 还是去拍他拖鞋子 在地上抗争 或者是用我们的那个狼烟 就是很画面式的 但其实没有去从议题的本身 去好好的探究 对 那像其实之前那个台大的学生 他们也有抗议 那其实就 我后来那一天 我看了一下新闻啊 其实没有几家媒体 有在采访跟报道这件事情 那所以现在很多的孩子们 他都会善用他们自己的社群媒体 透过自己社群的这种 人际传播的方式 把这个议题的声量给提高 然后去想办法让这样的议题 扩散出去 那我还是觉得说 原住民的议题要在商业电视台 要露出其实是蛮辛苦的 那我觉得要 在那个新闻室里面 那主管他是不是具备 这样的一个视野 他还是很关键的 还是很关键 对啊 是不能因为只有 有了原民台 所以就觉得所有新闻 就原民台做就可以 还有一般人会认为说 这是原住民的议题啊 就是以商业电视台的 这种广告的一个考量的策略 他会觉得说 台湾原住民就有2%的人口 那我TVBS的观众 或是我其他商业电台的观众 我要顾到的不是只有那2% 我要顾到的是98% 对 那这个议题 跟大家比较好像没有切成相关的时候 在新闻的编排的取舍上面 他就会被放弃 对啊 这的确是一个蛮 所以需要靠你们 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我们需要一起合作 今天非常谢谢拉娃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精彩的故事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你分享 自己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 对对对 包括你的 我怎么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 以及你现在在实践文化的路上 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我常跟拉娃 也有很多的学习 那今天很谢谢拉娃 跟我们的分享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在节目结束之前呢 我们想要请听众朋友 来帮我们填写一份问卷 让我们可以更认识 喜欢独立评论的大家 那也可以告诉我们 你最喜欢的主题是什么 或者有哪些 你很想听的内容 那或者大家想跟我说一些悄悄话 都可以写在问卷里 现在大家就可以点击 资讯栏的连结开始填写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在收听平台上 给我们无课心留言 或是写信 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喜欢独立评论的朋友 不要忘记订阅 闯天下podcast 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 那今天就到这里 独立评论下次更新时间 是7月21号 请大家记得准时收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云章 谢谢大家 谢谢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